屋子 完成赡 走路 流沉 走路 因为我们是从佛山过去的嘛 然后也是临时去的 所以那天一天都在趕路就很忙 当我们到的时候发现 小孩子的也是要票 但是我们当时只买了两张票 我就让我闺蜜带着我儿子先进去了 反正半个小时 我才从门口买多了一张房牛票进去的 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我儿子已经睡着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就把他揍了一顿 后面我就觉得已经花了很多钱 然后又很累就很生气 后面就一直闭着他必须跟我一起看 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 我后面听我闺蜜说 他其实前半个小时就挺开心的 但后面就觉得后面开始唱情歌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么喜欢 我后面就会唱情歌